你怎么回事 开始画画的契机应该是 17年我腰伤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 因为腰伤的原因 然后一直在宿舍里休息 就那个时候 心情也是比较压抑的吧 所以想要逃出那个心情 所以就一直想尝试新的东西 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画画 画画的时候 首先不喜欢旁边会有人 或者有一些噪音干扰我吧 然后画画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按照我当时的心情 去放一些音乐 几乎每次画画的时候都会放音乐 忙碌的时候 其实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的时候 一般是没有太多时间 那个时候如果说有时间画画的话 会画一些比较释放压力 对 会画那样的画吧 在比较辛苦忙碌 想要找到内心的一片安稳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最想画画 像后面 这四幅画 那这三个是我最近 最近画 最近休息的时候画 然后他的画是19年的 19年的 嗯 八九月份吧 具体我记得不太清了 对 然后 像这三幅画其实 比较有色彩 然后 最近 橘黄色 螢光环啊 就是以这样的 几乎每幅画都有融入到黄色进去吧 黄色的色系 因为感觉 最近我的心情就 比较有希望的感觉 或者是自由 我觉得黄色对于我来说有 那样的感情 所以在这三幅画中都运用了黄色 对 这个的话 其实 当天就心情特别好 所以就特别想画一幅黄色的画 所以就回家之后就放了比较 欢快的音乐 其实一般 画画的时候都不会放欢快的音乐 但这幅画是用的比较 欢快的音乐 然后 嗯 真的就是跟着音乐 然后 把黑色的燃料在上面随意的撒动 然后有感觉想 融入一些金色 放进去就放到了金色 所以其实这幅画就是很简单 就是跟着音乐 然后和当时的感情表现出来 然后这幅画呢 嗯 它的黑暗的部分占的会更多一些 就感觉 最近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在当时可能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事情 缠绕着我 所以就背景是比较黑暗 然后在上面 画的比较耀眼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它代表我吧 对 然后 仔细看上面的话 它会有一些刀痕 或者是一些 阻挡 我想要去做自己想做事情的一些 墙壁的感觉 对 就是有一些框给的框住或者是 然后这幅画 这是我最近 应该在这里是最新画的一幅 因为像之前的话 我都是比较随意的 去在画板上去 挥洒 然后这幅的话 就感觉想 重新 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 就不想特别的随意 因为我不会 就是没有学会画画嘛 也就是不太会画 所以呢 就想用一些最基本的线条图案 然后 把我想要表达的一些感觉 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出来 所以这幅画 就相比较来说 时间就长了一点 因为要一直这样描来描去 嗯 其实它像个人脸 对 然后也没有太大的含义 其实这幅画 就是想换一个心情 换一种风格 总之最近有画一些 线条 就是最简单的线条和图案 来表达我的内心的想法 对 然后像这幅画 就看起来就有点恐怖了 然后有点黑暗 对 这幅画 就是 我 比较 压力比较大 然后 现状和我的理想的状态 不是 很 融洽 对 就是 现在的现状和我想要的状态 差别特别大 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一般活动期间几乎没有时间画画 这幅画之前就很久都没有画画 所以一直想要发泄 就是找时间发泄 因为没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这幅画真的就是完全是发泄我当时的情感吧 对 对 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幅画 因为 当时真的很累 然后画完这幅画的时候 轻松了很多 对 OK 后面的这四幅画其实都是在脑海里有一定构思好的 就是大概想我要这样的颜色我要这样的感觉我要这样的画 但是画着画着就其实构想的东西它都会改变我一般的画我一般画的的时候 所以这四幅都是我想好想要画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编画可能就会编和当时的心情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四幅画 对 因为这幅画它记录的那段故事和我这首歌 还有我这个歌词想要记录的故事是一段时期的 对 所以怎么说呢 这幅画 嗯 嗯 当时真的是比较内心比较黑暗的我画了 所以出现了这幅画 现在为什么可以做这首歌 是因为我可以正视当时那段比较难熬的时光 所以才做了这首歌出来 所以这幅画是最适合 哦 纳木 对 和它的感觉我觉得 就是一体吧 因为第一句话的歌词就是一片灰色我 这是灰色嘛 然后 无法逃脱 恐惧住的墙 就是这个叉 涂满红色 其实就是看着这幅画写的这个歌词 包括 歌词的那个高潮部分 世界在崩碎坏 我觉得这幅画充分的可以表达出我的感觉吧 嗯 用的最多的颜色 最近的话用的 最多是 黄色 然后之前的话是蓝色 还有黑色 神奇了 因为我画画的时候不会去注重暖色系啊 什么冷色系 因为我没有专业的去学过 就是 当时的感觉画 然后这三幅画就心情都是很好画 所以它就是自然而然就出来的是暖色 然后这幅画就心情不太好画了 所以就是冷色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过太多 对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凑巧吧 应该是凑巧 应该是凑巧 现在的话 我觉得灰中代变黄色 因为刚才刚唱了《纳雾》那首歌 所以情绪有被带入进去 然后最近的颜色我觉得可以用黄色来代表我 所以我觉得就是黄色吧 现在的心 嗯 我想对看我的画的人说 其实画中展示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我 不管它画得好与坏或者是 你们认可或不认可 它都是代表真正的我不一样的我 然后大家如果可以在我的画中有一丝感动 或者有一丝产生共鸣的话 我觉得这幅画的价值可能会变得更大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 如果说喜欢我的人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我的画 然后来更加的了解我 我也想通过我的画 可以更多的和大家产生共鸣 把更多的感动带给你 谢谢